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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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樣的一個重大媒體詰病案 未來會掌控台灣的媒體通路 跟新聞言論的品質 希望他在這個階段 就庭審 庭審這樣子的一個望中詰病案 詞曲 李宗盛 在我們可以想到應該是月聽大眾 這樣的受害者之前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最直接的受害者 其實媒體工作者 所以千萬不要說 NCC如果介入媒體的 所謂併購案 過多的話叫做 政府干預新聞自由干預媒體 各位真正 以實際行動在干預新聞自由 是誰 這看得非常清楚 事實上 你越大的 你是越大的集團 你的老闆是越多 你老闆所牽扯的利益 越龐大的時候 你可能你在寫新聞 你在報導的時候 所牽扯到的 所受到的一個牽制 可能是會越多 你可能不小心 你就會踩到壁壘 當台灣的一個媒體環境 這樣的一個大老闆在宰治的時候 我想記者可能不是一個汙眠王 已經告別汙眠王的時代 氣者只是一個為財團 為商業服務的一個工具而已 這是很悲哀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從事新聞工作 你得不到成就感 這些立委只被說了施壓 就要提告 這是做別心虛吧 謝國良表示說 要撤銷假扣押之後 其實有美改的團體 在進一步再提出來 就是說 其實對於這個毀謗罪的一個主張 在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它本身 它所長有的一個資源 它並不是一般的民眾 它超越一般人 可以有發言權 跟可以運用的一個資源 所以說政治人物 不應該動不動 就利用司法的一個工具 就用司法的一個手段 去對媒體提出一個控告 事實上 它還可以有要求更正 有要求可以公開說明 它所掌握的資源 它並不是一般的一個弱勢者 所以我們覺得說 你如果是一個 一般的一個民眾 它可能成為一個 新聞的一個受害者的時候 它可能可以利用一個 民事的一個訴訟的一個管道 去爭取它的權利 可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它有享受 有掌握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它並不是一個弱勢者 它不應該動不動 就利用的一個司法去提告 甚至用假扣押的手段 在司法審判還沒有一個 結果之前 就想要對 就想企圖是對媒體 對記者產生一個 恫嚇的一個效果 產生這樣寒慘效應 這樣讓記者 不敢再持續的一個報導 我想這個是非常的一個 遏止的一個情形 我們在很多研究裡面都看到 一旦媒體集中 它就幾乎跟言論集中 換上等號 剛才林老師已經舉了很多 台灣的研究 最近我看到 國外的一個研究是 針對歐洲十一個國家 近百位資深工作者 來做的一個大型的 跨國的研究案 這個研究案當中 問這些資深工作者 你擔不擔心媒體集中 你擔不擔心現在的 政經結構會拘束你 對於新聞報導 或者對於其他媒體工作的制度 答案是是的 他們很多人不敢公開說 但是在訪問當中 在深度的近百位資深工作者 專訪當中都說 他們感受到更多 來自於組織內部文化 非民的 而是暗的 軟性的控制 這個跟政治的強控制不一樣 他們發現 在這種媒體集中的 跨的過程當中 他們更不敢說話 他們更自我審查 他們更擔心自己的產品 商品化 不能服務自己的專業